我们刚刚是不是有画过了 对不对 用这个是用漸层去产生影 这也是一种方法 那后面这个当然就不是用漸层 这个的话就直接拷贝这个 拷贝这个杯子 这个杯子的部分 把它怎么样 做一个倾斜就好了 这样也是一种 好 再来我们再看另外的 这个 这个就跟我们用Photoshop比较一样的 用特效的 只不过Photoshop里面叫图层样式 所以我们待会呢 麻烦你先来用这个原始档 先看看 在这边 在Ella Twitter里面 它有分两种 一种是滤镜 一种是特效 两个很接近 但是一般来讲 特效的话是你还可以做一些调整 就是说它针对什么 针对你的原本的那些路径直接做 那如果你是滤镜的话 比如说你有做什么扭曲啦 它就会真的可能帮你加上某些点 就跟你原本的那个节点数会有点不同 所以说这里会有两个不一样的 那滤镜跟特效都一样 有一个特点就是有分给向量的跟什么 点正的 有没有发现 对不对 都有分 所以如果你是点正的 那就你只能套用所谓的什么 Photoshop这种滤镜 向量的就只能用这边的 用这边的 这个是会有一些不一样 那我们先来看看 以这个来讲 点到它 你要加上阴影的话 可以从这边来 风格化 也可以叫制作阴影 它就没有在我们图层下面产生一个 那个什么图层样式 没有 它这个其实算特效的一种 算特效的一种 早期Photoshop也是这样子 好打个勾 做完了 这样OK吧 对啊 跟我们在那个Photoshop事实上蛮像的啦 那它有个优点就是说你还可以看得到 而且你打开看一下 有没有发现 这里长得跟人家不太一样 长得不太一样 那另外呢 我们再来看一个面板 你也可以看到它有不一样 叫做外观 被挡住了 被挡住了 没看 在这里 在这边 你可以看到 好像有我们很熟悉的东西吧 对不对 你就可以发现 其实它就是用这种方式做 那相对的 如果你要调整 就不要客气了 你可以从这边来 改变一下 这样是不是就看到了 你就可以从这边来做一个改变 那这是第一个啰 第一个 那一样的 你如果是后面这个 这个站的比较近 是不是这样就OK了 可是这个假车站的比较远的话 阴影会比较远嘛 所以一样来这边 效果里面的风格的话 只是你可能这个位置你要稍微记一下 毕竟跟我们在以达瑟 也是不 在photocial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位置 所以稍微留意一下 好 把浴室勾起来 远一点 这个距离就怎么样 但是这个位置应该是负的 就会跑到另外一边去 怎么样 可以啦 如果再上去一点 这边这边就一样 那我把画面先还给你咯 你来试试看看 好 那这个的话你要把它加印 是不是跟刚刚杯子有点像的 对不对 那你可以把这个 把它做一个复制 好 你看这个是谁 这个是它 你在选的时候 你可以直接点到 就可以点到它了 有没有 好 点到它的 那你可以把它做一个复制 好 现在两个了 我现在选到是上面这一个 我现在选到是这一个 那它呢 把它颜色都变成灰色就好了 那你可以用什么 好 倾斜啦 变形啦 去把它调整一下 点到这个颜色 我们点两下 好 确定 那么填色 呃 笔画我就都适了不要 这样是不是都进来了 好 那把它压扁 把它压扁 对不对 那把它 你可以做倾斜 里面不是有一个倾斜的工具吗 好 有一个倾斜的工具 所以稍微把它倾斜一下 中心点预设在中间 所以如果你觉得不太对 你可以先再移动一下 先移过来 但是这样是不是都变得什么 完全不透明了 所以我们把它的透明度 再稍微做一个调整 底下 这里稍微调整一下 这样是不是就看到下面了 OK吗 那颜色你可以再做调整 好 我现在把它弄太淡了 好 还有 最后 这一层应该要拉到下面来 这样是比较不会 遮到它 因为这一层在上面 好 这一层在上面 这样OK的 所以你可以稍微试看看 那如果你要做的比较多变形 像我们Photoshop不是有一个 那个扭曲吗 可以针对四个角落 是不是个别调整 如果这边你也想要这样的话 你可以用这个工具 等一下 用这个 来 等一下 来 我画面先还给你好了 来 你先试看看 找错了 出去不要找错了 你先试看看 我先试看看 我先试看看 你先试看看 你先试看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